好 謝謝 那麼國慶晚會音樂劇 花了兩億一千五百多萬 那這兩億一千五百多萬裡面 高達百分之八十五 也就是說大概有一億八千兩百多萬 是用限制性招標 那這個限制性招標 我們看看它的內容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它的內容 這個內容都標示在這裡 製作管理 演出的執行 這個限制性招標 舞台的控制 限制性招標 創意設計 限制性招標 布景製作 服裝製作 交通為止等 這些東西都拿來做限制性招標 好 招標金額 限制性招標的這個金額 達到一億八千多萬 高達兩億多的總金額的百分之八十五 那麼我們看看 限制性招標在政府採購法裡面有明定 什麼是可以限制性招標 在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 這邊有明定 裡面有條列了幾個款項 才可以限制性招標 這個完全不符合這個限制性招標的這個條文 裡面包括像有沒有專利權啊 獨家製造啊 這個都要經過嚴格認定的 結果他那麼寬鬆的拿來 作為這種限制性招標 這個是標準的違法圖利啦 標準的違法圖利 所以檢調台灣應該立即進去查查 違法來進行這種限制性招標 然後浪費了這麼多的錢 圖利了我們剛剛說清馬英九的這一些廠商 那整個國家如果放任這種事情的話 我們不知道未來這個納稅錢如何 來做一個監督管理